选战倒数又出现了会选事件 这是澎湖地检署查获澎湖地区首宗的议员选举现金会选案 这一名现议员候选人的庄角涉嫌用着现金跟选民买票 而根据了解这会选的庄角之一是候选人的弟弟 疑似是担心哥哥选情才会买票 不过候选人对此事完全不知情 车来车往的大马路旁挂上硕大的竞选看板 下面写着连政专职清和效率 不过这位澎湖县议员候选人却被爆出他的庄角 涉嫌用现金跟选民买票 利用远端监控加上超长镜头摄影机 专案小组二十四小时全力侦办 成功查获澎湖地区首宗现金会选案件 根据了解会选的庄角之一是候选人的弟弟 说是自主拿钱以每票一千元帮哥哥买票 而候选人也回应自己并不知情 认为弟弟应该是心急他的选情 最终两名庄角分别以十万和三万元交保 检方还在持续追查 兄弟间是否有犯意联络 行为分担及金流往来 选战进入倒数阶段 各个候选人使出浑身解数 争取选民的支持 不过比起投机取巧提出踏实的证件 才是说服选民的不二选择 记者刘田云林静彤 澎湖报道